最后一个 在打官司中 律师用非正规手段获得赔偿损失 不算兜套 按表面你的看是用非法的 获得官司的胜量 但是这里获得赔偿损失算不算 赔偿损失当然是合理的 我的损失它赔偿是理所当然 但是问题你这个问题可能是 利用一些技巧不公义的去打赢了官司 对不对 是这个意思 那这种肯定是不对了 作假监证嘛 这就属于那种巧读 好像是合法 但是是巧读 利用法律的空档 违背了那个重要的是 大家一定要知道 想到实戒的时候 不是想到人面前的遵守 那个立法者 他的眼目是洞察一切的 不止观看人的行为 察验人的言语 他还看人的动情 你内心当中到底是什么 暗中所行的什么 所以上帝不只是被我们表面的 和乎地上的法所欺骗 法力程序没有问题 但是里面有不公义 有伪证或者是奇巧等等 去巧妙的去 本来应该判死刑的给什么无奇释放了 或者是有罪的不定罪 这样的事情在人类社会里面 到处都有 但是在上的眼中是不公义的 无论是他透过这种合乎法律 利用法律的有限和漏洞 合乎法律去夺取 这个要义里面已经写了 利用这样的 看似合法 但是去夺取也属于头盗 悲法的去获得别人的这个资财 这个也属于头盗 只不过是人看来 在法律程序上 社会制度上是没问题 但是在背后 有一些不法的事情在运作 得了不该得的 如果是正常的赔偿 那就不需要什么非法 你这个问题可能是 你能不能解释一下 这个应该是我可能理解错了 用不正当的手段 得到应该得到的报偿 是这个意思吗 老师这个是我的问题 因为刚才您已经解答对 就是因为现在有些律师 他会用他们的一些手 对 方式方法 然后 转法律控制 就是走个正常的法律途径 就是帮助所谓的被告 或是达赢官司 得到的一些赔偿 所以我问的是这个问题 因为在那个 不可扑道那里面 讲到了有诡诈 对对对 对 谢谢您 好的好的 谢谢师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